哈哈 星月其实就是韩婷的 我只是个挂名老板 你是这儿的老板 主要韩婷比较低调嘛 之前她还亲自下过厨呢 估计现在收到外卖的人 都不知道菜到底是谁做的 好了好了 我申请把韩婷从你身边借走一会儿 方便吗 方便 你休息一下 我去跟她聊聊 你的草莓特调 谢谢 这么巧 知道我喜欢草莓 是我让她点的 给她忙 我その脈 你 provocative 我对我说 你去哪了 不是 我的某种瓜 草莓还在一定的酒 并非赶有化吗 我务 haven't 传接你 我跟 Fore grupo 自己击是 并非 GDP 以后你要想吃 你就告诉我 我联系主厨亲自做 好啊 好啊 谢谢谭总 等很久了吧 没有 看完了 还顺利吗 我没有要打探消息的意思 就是闲聊 今天是你生日 却没想到耽搁了 但还来得及 韩总好 活给我 还有一分钟 没许愿吧 还没有 给你补偿 一下子都不知道该许什么意外了 那就开心平安 好 好 你要说 说 说先接下来想干什么 我想喝酒 好 想玩 你会玩吗 别的不说 玩骰子我特别厉害 巧了 我也不差 那来一局 赌注是什么 小了我可不玩 你要是输了 就让星辰百分之三点四的股份给我 行 说真的 你要是赢了 给你 行 就赌这个 那要是你输了呢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真的 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然 来 怎么 要开我 差我 开 我赢了 你说吧 想怎么办 你说吧 想怎么办 你想干吗 好了 不逗你了 生日快乐 我帮你戴上 我帮你戴上 好了 送你回家 刚刚的赌局 你还没有说要什么赌注 如果你输了 你真的会给我 百分之三点四的股份吗 会 那我也愿多服输 你还没有说要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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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